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铭 继续给大家播讲民国初年的政党情况 上次我们说到1913年9月份 那么民国国会就召开会议 决定起草大总统选举法 因为各党的主张不一 就由进步党发起 开各党代表会,先是协商 经过数次集议沟通意见 各党对于大总统选举法草案各有意见 相关于任期 有的党希望是四年 有的党希望是五年 还有的党希望是七年 关于连任问题 有的党认为可以连任一次 有的党认为不能连任 有的党认为不应该受限制 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 一直到10月5日 大总统选举法这才正式公布 选举法一公布 10月6日上午8时 宪法会议就召开了大总统选举会 由王家湘任主席 第一次投票呢 是在当天上午10点钟 当时出席人数759人 到下午3点开票 结果并没有能够满法定票额者 满法定票额呢 应该是出席者的四分之三 需要570票 当时得票最多的是袁世凯 是471票 紧随其后是李元宏 154票 武厅方第三 35票 孙中山和段祺瑞 各得了13票 康有为10票 梁济超 唐绍仪各5票 所以下午3点之后 第二次投票 投票总数745票 法定票数是559票 结果仍然没有当选者 袁世凯得了497票 刘元宏162票 武厅方23票 孙中山13票 按照选举法的规定 第三次投票 在下午6点钟 就袁世凯 李元宏两个人 进行最终选举 投票总数703票 法定票数为352票 这次投票呢 只需要过半数即可 袁世凯得到了507票 当选 次日下午2时 选举副总统 出席者719人 李元宏以611票当选 在副总统的票选中 紧随李元宏之后第二位的是 闫锡山17票 随在其后的是武厅方15票 孙中山只得到了1票 从投票结果呢 我们可以看到 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势力 已经大不如前 永远派呢 则是占了明显的上风 尽管在国会中 有先选总统的争议 但是对于当时的 大部分的国会议员 和关心中国民主宪政的人士来说 他们的主要精力呢 还是花在了制宪的工作上 各党对于宪法内容的主张 具体的都发表于 正式国会开幕之初 也就是1913年四五月间 国民党方面 草拟的宪法草案有三种 一个呢 是王宠会拟定的 一个呢 是汪兆明 也就是汪精卫所拟定的 一个呢 是宋教人所拟定的 党内的主张 主要是把汪兆明和宋教人的提案 合并成为一份 交付议员会讨论 当时和国民党对立的 共和统一民主三党 虽然这三党的意见 也不完全一致 但是为了对抗国民党 三党呢 进行了磋商和妥协 最终呢 国民党 共和党 统一党 民主党 这四个民国初年国会中的主要政党 为了避免制限的时候 有党派之争 也为了谋求制定完善的宪法 所以呢 在国会开始开幕之前 就联合组织了宪法讨论会 经常集会 对宪法问题交换意见 与总统人选的争执相比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民国初年 中国政坛的这些精英们 他们对于宪法问题 更为在意 也更能求同存异 因为他们知道 宪法是民国建立的基础 也是中国真正实现 民主宪政的基础 所以在大方向上 他们是一致的 从1913年2月4日到4月1日 四个党一共召开了 七次宪法讨论会 从这七次讨论会中 就可以看出 各党尽管想要求同存异 但是呢 他们都不会轻易地放弃 各党原来的主张 大体上来说呢 国民党维护国会的权利 其他三党维护总统的权利 也就是行政部门的权利 在维护总统的权利上 除了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之外 另外还有不少团体 军人和官僚 在和国民党对抗 在团体方面 势力最大的 就是宪法研究会 就像我们之前所讲到的 宪法研究会最初 是宪法祈祷委员会 是由政府所筹组的 委员呢 是由国务院各省都督 和各地的将军推荐的 其中主要的成员呢 包括像杨渡 王正廷 张世昭 顾为君 梁启超 吴超书 丁世毅等等 刚开始呢 这个委员会 并没有明确的组织 只是由马良 颜复 杨渡等人 作为历史主席 讨论问题 当有了明确的会章之后 选举杨渡作为会长 马良作为副会长 这个宪法研究会呢 它大体上是维护总统的权利 但它所有的决议 都是参考 其他各国的宪法来制定 并不是漫无标准 除了政党和团体之外 各省的都督和省议会 对于制线问题 也非常的关切 在国会召开前夕 袁世凯曾经致电给各省都督 征求对制线的意见 芝利 河南 黑龙江 吉林 山东等省 曾经提出了两项主张 首先 全国是22个行省 以及将蒙古 西藏 青海 合为一个行省 以其统一 二呢 总统任期五年 可以连任一次 凤天 广西 甘肃 云南等省 则提出了另外两项主张 首先 对行政统治者的大权 应该完全依照美国的制度 并设候补大总统 二 领土方面 需要把租界地和各让地分别规定 并且声明 这些将来都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那么安徽 广东 福建 浙江等省的都督 则提出另外两项主张 一 宪法中不规定领土 以便将来收回各让地 二 参众两院地位平等 但是众议院应该先有一决权 除此之外呢 各省的都督也曾经对宪法发表个人意见 像山西都督 阎锡山 就主张大总统 有解散国会的权利 福建都督 孙道仁 也同意这个主张 并且认为大总统任命国会员 不需要通过国会的同意 袁一凯之所以要征求各省的军政长官 对宪法的意见 可能也是想在之前的过程中 造成一种声势 影响各政党及国会的视听 使得宪法对行政权更为有利 就各派的宪法蓝本提议来看 当时无外乎是两种 一种是法国式 一种是美国式 美国式为总统制 法国式为内阁制 美国为地方分权制 法国是中央集权制 但是主张内阁制的人 也有主张分权制 主张总统制的 也有主张集权制的 国民党方面呢 主张是内阁制 南京临时政府所制定的临时约法 实际上就是内阁制 而国民党的宣传机关 也大肆地鼓吹内阁制 国民党这种主张呢 按照他们当时自己说是两个原因 一个呢 是为了预防专制政体的复活 另外一个呢 是让政治上更加富有弹性 除了国民党之外 康尔维梁启超周围的人 也主张内阁制 康尔维原来是反对实行民主的 他认为中国仿照美国宪法 法国宪法 瑞士宪法都不适合 康尔维本来的意见呢 是因为中国实行民主 为时尚早 但既然中国已经发生了革命 那么君主立宪 也就是英国的做法 已经不再适用 只好推而求其次 所以康尔维 他所提出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是以法国宪法作为蓝本的 不是因为法国内阁制 他认为是完美的理想 而是因为法国共和制 更接近于君主立宪 杨维超当时呢 也曾经草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他主张的也是内阁制 在他的草案里 他专门写了国务员这一章 规定国务总理和各部的总长 都被称之为国务员 大总统所发的关于国务的文书 都必须经国务员一人以上的联名附属 正是因为民国初年的两大政党 国民党和进步党都主张内阁制 这就让当时民国的权力 与议会 政府和大总统 只能遵从议院的意见 因此身为大总统的袁世凯 极为不满 这也为后来袁世凯阻碍制限 扼杀国会提供了动力 那么袁世凯呢 他当然希望进行总统制 他这种支持 就在舆论中得到了体现 像1913年1月5日 十字新报就登载了 内阁制与共和精神 1月7号又刊载了 内阁制与党争这些文章 都是主张实行总统制 反对内阁制 或者说内阁制 不适合于共和的精神 那么除了主张总统制 和内阁制之外 还有人主张总统内阁制 也就是总统制下 仍然实行内阁制度 但是内阁要对总统负责 不是对国会负责 但是持这种主张的人并不多 而就像之前所讲呢 关于宪法内容 除了总统制 内阁制之争之外 还有中央集权 和地方分权之争 梁启超呢 就是主张中央集权 也就是国权制上的棋手 但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 梁启超他们 所主张的中央集权 并不是绝对的中央集权 而是为了反对 过度的分权制 梁启超他主张 国权和民权相互调和 立法权和行政权相互调和 中央权和地方权相互调和 这种忧虑呢 是事出有因的 像民国初年 金中银就曾经写文章 说到 瓜分之惨 几乎不是发于外 而是发于内 所以集权分权 以和标准相互配合 这至关重要 应该是按照事物的性质 来定权限的归属 而不是绝对的定义 机关的权限 他尤其指出 当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 不妨要贬义民权 而升高国权 而这种看法呢 在李庆芳的文章中 则写得更加明确 李庆芳呢 在他的文章中 意思是这么写的 现代宪法制定唯一的难关 就是民权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的争执 采取民权主义的国家 其国家的团结力已经巩固 自制力已经充沛 法律的信仰已经非常的坚定 人民的知识道德 已经得到充分的精进 采取民权主义 就是让人民能够自由的 自主的活动 国家的权力自然受限 那么这样在美利坚可以 应激利也可以 但在我们的国家 能否这样呢 猛葬之争 南北之争 省界之争 新旧之争 党派之争 只有采纳国家主义 才能让全国逐渐的趋于 结合细腻 发展壮大富强 从而解救国家的危机 这也是制定宪法 唯一的大前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雍元派试图在宪法中 提高行政权 树立中央集权的制度 并不是出于私心 而是也在考虑中国的前途和现状 但是出身革命派的国民党人 并不让步 他们要把宪法定为非常民主的形式 非但要推动普选和政党政治 还要以国会和内阁 而不是以总统 作为国家的主要权力机构 那么由于国民党在民初国会 及宪法祈祷委员会中 占据优势 所以最后宪法草案 是在地方分权的原则下完成的 这既是主张中央集权的 袁世凯所不能接受的 也为中华民国后来的发展 留下了不小的隐患